新北市一名李小姐花了18萬元把兩間浴室打通 但她控訴師傅偷工減料 把隔間打碎後的廢土當成是墊高浴室遞基的材料 她擔心會造成漏水等後遺症 而且這師傅還跟她收起了廢土清運費6000多塊 但是被控訴的師傅來澄清 當初對方都同意才施工的 但是要收尾款的時候卻發生糾紛 每次要塗的時候就會撞到這個麵盆 當初挑的麵盆是平面的長髮型 之後送過來的就是一個凹豬麵 走進浴室左彎右拐 空間配置有些奇怪 花18萬把兩間浴室打通 卻沒有寬敞舒適感 李小姐控訴裝潢公司完全不照約定走 把通牆壁的廢料 她就用一個偷工減掉的方式 把它架在浴室地面20公分下高 但是他們用廢料回填 勢必會造成日後的漏水 太空宿地板磁酸貼錯 情號不符 原型洗手台阻礙空間 也不是當初選的 最重要的乾濕分離淋浴間 空間不足根本無法裝 而地板墊高用的材料 還是打碎隔間的牆壁廢土填補 就怕有漏水疑慮 要對裝潢公司提告詐欺 遭指控的店家大聲喊冤 反控李小姐一直出爾反爾 當下我父親已經跟他解釋說 那個建材填補是我們一般的施工工法 然後他也同意了我們就做了 他一開始是都完全同意的 一直到他的那個款項也都一直在支付 然後一直到他要完工的時候 他就突然對這件事情有問題 對然後他到現在還有三萬多塊的 尾款還沒有付 雙方各說各話恐怕還得對付公堂 但詢問專家意見 用廢建材墊高工法行之有年 但的確有漏水疑慮 他在我們的這個墊高的部分 是有辦法出現高度 但沒辦法出現強度 上面有荷重或者是有地震力出現的時候 他就使表面出現裂縫 一旦出現裂縫的時候 他就像海綿一樣會吸水 專家建議 最好還是不要使用廢棄建材墊高 才能降低漏水風險 記得旅遊生林縣中觀站 新北線報導